大家好 四點半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我是詹璇 好 來關心台北股市 今天現貨中場是小跌了0.2點 設在8535點 不過可以看到今天亮人突破了千億 來到了1138億 那麼期貨呢 想要漲6點銀價差來到了20點 好 結果行情怎麼關卡 我們先請要專家 換通國際投顧的丁超老師 丁超老師好 學員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教授我們看到今天是尾盤 突然爆量量出來 很久沒看到千億量能 我們說這個代表是說 雖然說今天是MSCI權重調整的影響 但是量有出來了 會刺激後續的行情嗎 不會 它是一天而已 不會 因為那是正常的 因為每次的 權重調整就會這樣 23 25 81 最後一天都會這樣 這是規定的 因為他們 他們這一天生肖日嘛 生肖日之後 他會把那個 那個權值比較 部分的要先補滿 你看8464 那個最後一筆不是量也很大 這檔就被納入了 8464那個逸豐嘛 另外就是 4147的中域 他今天量也很大 這個都被納入了嘛 那所以說這個 這個跟明天沒有關係 因為他是今天 因為外資做股 因為外資錢很多 所以大家會不用覺得奇怪 就這種每 每三個月都會出現過一次 但是不一定會是往上還往下 不一定 但是一定會這樣 就有點類似像這個摩胎子的結算 現在目前是比較溫和 像之前那摩胎子結算都是 大漲大跌嘛 對不對 這是很正常 那這兩天比較不準 這兩天台北股市比較 看得比較不準的原因是 所謂不準就是走勢 大家看得比較不懂 是因為昨天摩胎子結算 那摩胎子 昨天摩胎子是正價差 可是他遠月份他是 他是膩的 還是膩的 所以說他昨天收盤是 雖然說 結算價雖然是315點多 可是他的 他的這個月份 6月份的 變成只有310點 311點而已 所以他兩個有個價差 所以正常來講 今天是要跌 我是說如果也正常 因為昨天他是拉高 拉高把全值股跳上來 所以才會有315點 那這個今天會往下掉 會掉到311 312 所以今天正常是要掉 所以盤中跌那個40 50點 那個是很正常的 盤中 那其實台北股市今天是 如果從 因為盤中如果跌40 50點 今天跌40 50點叫正常 可是今天又是 只有跌 只有 好像跌一點是不是 0.2點 所以今天其實是漲 幾乎平盤 如果今天按照 摩台子的結算價來講 今天算是漲 今天算是漲盤 表現優於預期 不錯 今天算是不錯 所以我們就有點擔心 這個盤不跌怎麼辦 是喔 我在兩個禮拜以前就跟各位談過就是 月線會在這個禮拜扭轉嘛 那禮拜一就扭轉 今天已經禮拜二了 月線趨之向上 那我在小英要就職典禮 那個禮拜嘛對不對 就跟各位講過 所以那個禮拜是會出現一個轉折 那為什麼是轉折 就是從7627漲了八個禮拜 到8840跌了八個禮拜 那這個有對稱的 因為漲了八個禮拜 只有一根黑色的周K線 那再往下跌八個禮拜 只有一根紅色的周K線 所以它是對稱的 周K線來講 那你在上上個禮拜轉折 一轉就是五個禮拜上去 五個禮拜 那上個禮拜第一個禮拜 應該說上個禮拜第二個禮拜講錯 上上個禮拜 520那個禮拜 520不是禮拜五嗎 520那個禮拜算第一個禮拜 小轉折嘛 那上個禮拜 補了一個長紅出來 300多億嘛 那這個禮拜要補量 那這個禮拜不一定規定要大漲 因為我已經講過 它是延續性的反彈周 五個禮拜上去 那如果這個禮拜再大漲 反而對於下禮拜跟下下禮拜 更不好操作 因為變成指數的 變成說 你這個指數啊 漲起來以後 那一定要經過一個整理之後 才會再漲 那所以說我當然是比較 我個人的偏見來講 我當然是希望這個禮拜 不要大漲 這個禮拜 最好是說十字線就好了 小漲或是小跌 那其實如果這個禮拜 跌多一點也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月線嘛 月線現在目前是算出來是8234.54點嘛 那今天收盤已經8535了 已經超過300點了 所以它的它的乖離已經開始拉出來了嘛 現在目前的月線的一個乖離跟現在目前的收盤價 已經高達3%多了 將近百分之四了 所以這個月投資朋友大概平均就賺了百分之三點多了嘛 那如果以上貴來講的話賺更多 因為上貴的正乖離已經快百分之五了 那這個延續到我在兩個禮拜以前跟各位談到嘛 那時候不是大家都說這個520之後會崩盤嗎 那我說不會啊 我說按照歷史上我的 我算出去了一個負乖離 那時候在799 9.98的時候 這8000點位置 那時候距離季線 現在季線的一個負乖離是 大盤是5.39嘛 5.39表示 5.39它要往季線靠攏 就是要漲5.39上去 那現在已經漲 漲突破的下降季線 那突破的下降季線 現在目前在零軸左右 所以它已經大盤 在季線來講 它已經修正5.39上來 那如果上貴的更恐怖啊 OTC的話那時候是 高達7.51% 那7.51%現在已經回到了季線 所以你看OTC 更強啊 OTC其實是這一波裡面漲最多的 當然就是漲在生計嘛 跟太陽能這兩組嘛 那生計是漲最多啦 那因為生計有全值股 有大的全值股漲最多嘛 像中域啦 浩鼎 那個權重比較大 所以它一搭起來 你看那個浩鼎 就一拉就快一倍了嘛 所以它的整個 OTC漲這麼快的也在這裡 那OTC裡面當然還有一些股票 還沒有完全反映出 這一波的一個漲勢 就是半導體 OTC裡面 還有另外一組 就是OTC的半導體 就是有卡位到半導體跟物聯網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太陽能這部分 應該也是還沒有漲完 而且是剛剛開始在發動當中 在發散當中 那生計股是一直在發散 生計股已經一直在動了 這個就不用講 那接下來大家怎麼看呢 很多同學問我 說老師 那現在我們想要買股票 可是它都不拉回 怎麼辦 我告訴各位 我們現在做股票 我們不預設立場 這個盤勢或有拉回機會 如果有漲多的拉回 是做多對不對 我們稱為變形回撤 第二拐點的進場點 這是最好的情況 可是如果大盤 我現在講的是大盤 如果不拉回 你要不要進場 我們要講的是這個事情 我們鷹派的做法是這樣 我們不希望 我如果要做股票 我不希望股票拉回 我是講實話 因為我最喜歡最強勢股 尤其是創新高的股票 我最喜歡這種股票 我比較不喜歡拉回的股票 因為拉回表示它有問題 不是說它有問題 就漲不動才會拉回 那股票一直漲 為什麼我要讓它拉回呢 我就喜歡它一直漲 鷹派最喜歡是強勢股票 創新高的股票 那第二名我們要做的股票 我們是勉強可以接受的就是 漲了第一波之後 回撤 回撤上升的一個月線 對不對 回撤 然後呢 那個買點 強勢股的拉回的意思 我們比較不喜歡去摸底 或者是不喜歡找那個弱勢股 我們不喜歡 因為這是我們鷹派的一個做法 我們是買強勢股 如果要空的話 也是空那個破底的股票 這是我一直在跟各位做 做這樣一個建議吧 那如果盤不拉回怎麼辦 也有可能 我們看一下回顧一下 7627到8440這一段 好我們把那個圖形把它縮小 謝謝 你看7627到8440 它幾乎沒有拉回 對不對 頭部長你有沒有看到 它只有做一個調整 調整 它幾乎是不拉回的 7627這樣漲上去 出現中長紅 破曉最大紅之後 衝出去以後回撤 一直上去 整個就漲了1200點 對不對 那一波也 前一陣子而已 沒有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時候也是一樣 剛開始那時候是月線向下 季線向下 在7627之前 那也從8841掉下來 對不對 可是它從 開始扭轉月線的方向以後 那時候季線還是往下 對不對 你往前推 季線是不是才往下 那季線往下的時候 它一直漲 漲通過了 到季線附近 做一個震盪 現在目前大盤就在季線的附近 然後呢 不拉回 然後再漲上去以後 讓季線是迫使季線扣底地址 用時間來拖過去 用時間來整理 化解空間的整理 讓季線翻揚向上 那變成說短多中多行程 一噴就到8844點 那這一波有沒有這種情況 可能性 有 就是有這種可能性 那如果這一波是這種可能性 有可能的話 那恐怕 下禮拜跟下下禮拜 可能漲幅會加快 而且速度會加快 而且幅度會加快 因為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是最有可能整理的一個禮拜 那下禮拜跟下下禮拜 讓它 突围 讓多頭完全掌控這個優勢之後 那恐怕 頭頭放在那時候要進場就 更加的贊進場 那我們從哪一個地方來看到呢 這一次有可能根本不想拉回 我們從美國股市代看 美國股市代指數 SOX指數 就是飛塵板道理指數 跟台湾的连结度高达百分之九十 我之前就讲过了 那费城半导体过了波段的高点 相对八千八百四十点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对不对 前一阵子就过了 那现在已经跑到快七百点了 是不是 这个跟台湾的连结度最高 这里已经卡到了 里面有一档股票叫台积电 还卡到半导体跟物联网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物联网跟半导体 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一样 因为费城半导体 它先扭转趋势向上为短多中多 那纳斯达克指数 你看它已经扭转 悄悄的它已经开始就化解 它的一个季线的反压 你看它是不是一直 它是不是又转为短多中多 你看那两条线往上走你就知道 台北股市现在还是中空 那如果说让纳斯达克指数 或者是SPY指数 我们看一下SPY指数 它一个不小心它又会过前迫了一个高点 SPY指数 其实它离这个指数的高点其实一点点而已 剩下1%而已 对不对 那你让它过了这个高点 那你觉得外资回补的速度是不是会加快 这是规定的 我跟各位讲你都要背起来 我们外资为什么会买台湾的股票 不是台湾好 台湾没有比较好 是因为它被迫要买 尤其是被动型基金被迫要买 为什么要买 因为这是规定的 因为他们家的股市涨 他一定要买超的 他一定会买 而且不是只有买台湾 连中国也买 韩国也买 日本也买 那印度香港马来西亚 全部都买 这是规定的嘛 你就背起来就对了 所以 外资会买股票 是因为他们国家的股市在涨 他一定会买 那前一波因为他们在修正 所以他一定会砍 一定会卖股票 尤其你碰到现在目前 我跟各位讲过 尤其你看日本 你可以 很多人就很少在注意这一块 你看日元从105块五毛一 现在又贬值到111块了 不是日元 那你跟日元在贬值 日元的货币 它相对它股市是相反的 跟德国一样 跟欧元一样 欧元贬 德国股市会涨 欧元升 德国股市会跌 日元贬 日本股市会涨 日元升 日本股市会跌 台币升 台北股市会涨 台币贬 台北股市会跌 这个要背起来 这都不一样 因为货币是本来相对的 那你看日元一直在贬 那美元一直在升 从91块九毛二 91.92 美元指数又升到了96 那美元升 又对美国股市又有利 所以其实现在目前来讲 都是一个货币的一个调整 我讲到这里的意思就是 我的结论就告诉各位很简单 你要做多 而且你不要嫌 你不要觉得说 老师那我 我在七八千点 我都没有买 现在八千五百点了 我要买比较很难 我又不是叫你买号顶 怎么会拦呢 如果我叫你买号顶 你可能也不会同意嘛 因为那个股票怪怪的嘛 是不是 暴涨暴跌 我相信敢去做的也没几个啦 除非是知道内幕消息嘛 是不是 那我们不要买这种涨很多的股票啊 我们不是说它不会涨 我没有说套顶或是终于不会再涨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我们喜欢的股票 银派喜欢的股票 喜欢创新高的股票 例如像八四六四 那个逸峰也是一直涨啊 也不是只有浩顶在涨啊 一直在创新高股票 我们喜欢 可是投资朋友不见得喜欢追高 那我们的做法 银派的做法也不是只有一招叫追高 不是 我们不是这种做法 我认为现在目前来讲 大盘可能性进入整理的阶段 比较大一点点 至少在这个礼拜 所以我们在进场的时候 我们避免用追高的方式 因为这个礼拜的做法 跟上个礼拜的做法不一样 上个礼拜你是要开 我昨天讲过 上礼拜要开那个R8 奥迪的R8 1200万那种V10的 10缸的 开完就10缸的 10个7缸的 要开R8 那这个礼拜要开游轮车 你不能超过40 这个礼拜要 要进场的时候 不要用追的 因为你追 可能追就被连住 追就被连住 因为这个礼拜 跟上个礼拜 跟上上个礼拜的做法不一样 但是这个礼拜 你还是要进场 因为 你还是要进场啊 那进场的时候 我们尽量选择 不要用追高的 尽量有回撤的 涨一波以后回撤 那你要有涨一波上来啊 要有涨一波上来才好啊 因为他脱离底部的股票 才是我们鹰派所要的吧 那第一种选择就是太阳能 太阳能 我等一下会针对这个讲 太阳能 那第二个 这个生计都符合这种条件 都已经涨一波 涨一波之后 那有些股票已经 因为每一档股票不一样 有些股票已经开始在回撤 太阳能 生技股 还有另外就是物联网 IoT就是 蔡总统的亚洲系股的物联网 他讲的就是物联网 那另外就是物联网的上游半导体 半导体对不对 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在操作股票我已经讲过 鹰派做股票就两三档而已 你每一个类股里面 挑最强的那一档 最会涨的那一档就好了 那这个礼拜布局 下礼拜下下礼拜 来收割 你不能等到涨起来再来追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在问我说 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我说这个很简单 因为你只要确定大盘是一个涨势 大盘只要不是一个跌势 大盘还要在涨的情况之下 有大盘在保护的 列股跟保护的个股 你就要赶进场 那我现在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说大家不愿意用追的 那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选择 叫回撤的买点 对不对 那如果连回撤的买点都不愿意 那表示一定是看空嘛 表示你是不认同这个指数 现在涨会再涨嘛 那我就跟你就很难沟通 我就认为会涨 但是我不怕指数跌下来 因为指数跌下来我最高兴 因为那时候刚好进场 所以呢我已经讲过了 没有行动就没有可能嘛 1.68 1.68就是一连 1.68的一代表一连嘛 那这个68 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了 那从520那时候 我想说1.68改为1.52嘛 对不对 68改为1.52嘛 那 那现在已经时间一直进入到月底了嘛 那我们6月份就是变1.68嘛 那今天5月31号就1.531嘛 就最后一天啊 我已经讲过 这个你一通电话就省了1万多块嘛 我想你应该是要决定的时候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要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68-7725-9668 一股改变世界的风 富士通NucreaX 搭载高效能IT晶片 首创强大双气流 更加节能 自然舒适 与日本同步上市 IT智慧变频权威 日本富士通变频空调 富士通火力送 现金折扣最高3000元 这下省大了 生活中的三高饮食 无所不在 统一健康3D 鞋子鞋糖双认证 你的健康支柱 马祖卡得 彩饼画马祖学彩比赛 画出台湾马祖信仰之美 收节日期 从5月30日到6月13日 总奖金高达36万8千元 丰富奖金等你拿 2016台中马祖国际观光文化节 365天每天小马祖 各位... 枯健康 贴台湾農氏 喝泼 自口以来 就只有泰壁泡浸水 白葷一辅 Keys 海滨地 喝春泼 就断 identifying 黑 dinner 里面小 presentation 我嚠肥狂 用字幕ivity 每天只要24元 GreenBlock拉力美修衣 每天只要296元 五更泰神多 每天570元起 加入电电告FB 好礼送给你 快散网搜寻电电告 快点 快点 亚派电信 6月3日 人者规破影而出 嗨好 商业大人家来看到 今天台北股市中场是小跌了 0.2点收在8535点 不过尽量是突破了千亿 那么后续行情该怎么操作呢 再请教丁查老师 好了 我先把重点 我们要做的事情讲 我们是太阳人 我们会带各位操作一档 但是现在还不准备过 太阳人还是很夯 菜油有股 菜油有 对啊 菜油有啊 经济部长说 太阳光电是未来政府 积极发展的产业 因为太阳人是现行不错 技术面就是月线往上走 月线往上走 然后现在回撤 要回撤月线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选 我们至少会买一档进去 好 那我现在不想讲的原因是因为 我希望你就直接跟着我 你不用去验证我啦 因为我不会错的 为什么我已经讲过 鹰派的做法是绝对不会错的 因为我不对我就砍了啦 你别想让我套牢啦 所以你看我在做股票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不会让你验证 你也不用验证我 因为我就跑了 你怎么验证我被套牢 我就不会套牢啊 我只有对的股票 我才会加码上去 所以这个是你要了解我的作风 我的解盘方式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在做太多的验证也没有用 我已经对了多少次 对了多少股票 你还要在每天再验证下去吗 你现在眼前最重要是赚钱 不是每一天都看我在讲什么 你要跟着我嘛 那生计股来讲我们也会买一档 我们不会挑已经涨很多的股票 我们挑的股票都是一时自选 那半导体来讲跟物联网 再加起来我们会挑一档 一档到两档 那但现在目前来讲 也注意到一档新的太阳 这个半导体 新的太阳 新的半导体 那一档我觉得还不错 那我的目标是这样 我的目标是希望说 这一次我们目标比较大 我们之前设定的目标是周百五 每个礼拜百分之五 每百万一个礼拜五万 对不对 其实这个目标我们都一直超越 你知道吗 那我是希望说 看能不能在下礼拜 跟下下礼拜大涨的时候 每个礼拜拿个百分之十 投资组合 我不是只有说个股而已 你要有信心 有时候股票市场 我们是建议不长期投资 做短线 就是你每个礼拜 每一个礼拜达标 每个月就会达标 每一年就会达标 那股票不要爆上又爆下 爆上又爆下 爆上又爆下 都是白答了 对不对 我这样讲你应该听得懂 所以我硬派的做法 我没有在做哪一边的 我是哪一边对我有利 我就做哪一边 我是站在顺风口 现在的顺风就是做多 你如果做空就是逆风 所以硬派的做风就是 对多错少 赚大赔少 对爆错跑 我做股票就几招而已 对不对 那我也一直在鼓励各位 因为现在高价股非常多 那差价非常的大 高价股我要带你做价差 做价差 投资朋友不能爆上又爆下 对不对 那我说股票不是只有投资 这句话而已 股票有投机 短线的投机 短线你就要捞钱 就要捞这个投机 那要做避险跌的时候 未来如果再跌 我们就要做放空的避险 要做套利 你看 一档股票的做法 按照我们鹰派的做法 我们就有五种方法在做 可是投资朋友只有一种 就是爆上又爆下 那爆上爆下 那怎么可以 那我们有五招 你才一招 那你是要逼什么 所以你要了解说 为什么我用心良苦 一直跟你讲 你要这样做 而现在大盘对大家有 你对大盘有余力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我现在很怕大盘不拉回 现在我的做法就是 你不拉回 我慢慢买 我慢慢一档一档布局 进场 我找价位进场 但是如果你一拉回 瞬间拉回 我马上进场 拉回我马上把它拿起来 如果大盘有这样 一两百点下杀 我最高兴 因为我有多少的会员 一直拿着现金 等着要买进股票 有多少人来找我 要买进股票 可是我们现在也很 也一直在想办法 要怎么进场 但是我们什么想办法进场 不是说我要一直追 如果要追高的话 我早就买光了 早就已经一直进场了 可是现在目前来讲 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们要进场 投资朋友如果说没有资金进场 有股票 其实也没有关系 你一样来找我 为什么 因为到时候涨完了 不会涨了 要跌了 我们一起来卖股票 你到时候不要忘记 又没有卖股票 又没有卖股票 又报上又报下 所以我已经讲过了 尤其是要做高价股的投资朋友 更要利用这个专案 这个专案 没有行动就没有可能 我已经讲过 1.68 1代表1年 对不对 那520叫1.52 那天520开始 我说5月份就是总统月 那今天是531 就1.531 可不可能不是问题 而是行动 这是最 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的五字头是最后一天 你也知道明天就6了 明天应该是6月1号 应该今天5月31号没有错 没有错 大家都知道今天5月31号 今天就是5月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总统月的最后一天 5月份我称为总统月 你听不懂 就是因为总统月 我们才会给各位认为说 这个地方要增加你的信心 那增加你的信心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要行动 你一定要行动 可不可能不是问题 而是行动 我讲过了 持有股票 很多投资朋友 就是股票报上报下 很可惜嘛 你持有股票 不做任何的买卖动作 其实才是最大的风险 你看前一波很多的股票 都跌了三成五成一大堆 现在目前在反弹没有错 可是如果之前没有先卖 那现在目前只是在等解它而已 你看就是白搭嘛 对不对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把时间交换的主播 谢谢 好可以看到 今天是5月31号 台北股市的月线是收红了 这个月来涨了157点 那么想要涨更多台股的后续行情 面前锁定超级大一家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